大家好,我是 Ray Maa 今天我們要拿出來這支喇叭 真的要拿出來它的 review 才做得好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上次我們做 Devalade Mania 的 Press 時 大會安排了我們上船出海試這支喇叭 但是當時的歌單和整個設置 都是大會設定好給我們試機拍片 還未能夠仔細試到我自己聽到的歌 以及我自己的連線操作 今天就可以做得到 近年藍牙喇叭和 HomePod 一樣的 智能喇叭連 Wi-Fi 亦有很多 甚至乎有些插濕電連 Wi-Fi 的智能喇叭 亦加入藍牙連線功能 但是這支Devalade Mania 反而是一個 不一定要插濕電 它內建有電池 用藍牙連線 但是同一時間它是有支援 Wi-Fi 連線 亦有自己的專屬 App 可以透過 AirPlay 去做到更加高清的 Wi-Fi 串流 還有它亦有像 HomePod 一樣的 360 度 Stereo Sound 一個全方向 360 度無死角的音頻輸出 而外觀設計上 它在頂部位置有一個用塑膠製造成 但裏面的鼓劑應該都有一個 Metal Frame 有金屬支架 所以它是一個很實正的手柄位置 我這支是 Light Gray 版本 主要都是白色灰色的 Juul Tone 設計 它兩邊都有單元的 做到 360 度 Stereo Sound Defiolet 當想到這款產品 最佔在腦海中的畫面 應該是低音單元浸浸得很厲害 而在這部位置也一樣有外露了的 Subwoofer 它大音壓時一樣是真的很厲害 Anyway 在上面是 Mesh Fabric 的材質 是一個布藝質感 而在這部位置它視乎不同的機身顏色 有一個不同的 Finishing 這個灰色就有一個 Chrome 銀色的 Accent Color 至於其他的硬件和插庫上 有旁邊的電源按鈕 藍牙連線 這邊有 Play, Pause 的按鍵 以及音量加減 但最特別和真的要讚是這個 USB-C 頭 它是用一隻 USB-C 充電的喇叭 不用用 Barrel Charging 那個頭不見了就要找回 用 USB-C 非常之好 至於首次配對和連線的交情上 藍牙連線相對很簡單 開啟後再長按藍牙按鍵 已經進入 Pairing Mode 然後在 Android 或 iPhone 電話上 再開啟藍牙再選擇它便可以了 但如果想要更高清一些 透過 Wi-Fi 的連線 或更多的 App 設定 都可以使用 Devalade 和 Mania 連線 Pairing 首先在 Devalade Mania 開啟 Pairing Mode 長按 Play 和 Pause 按鍵 幾秒 對 長按 然後在手機 App 這邊 選擇這裏 加 Product 然後選擇 Mania 這裡 這裡便有 Light Gray 的 Devalade Mania 再連線呢 它便會在手機和喇叭都會連同一個 Wi-Fi OK 在這裏 我便在 S23 Ultra 放了 Wi-Fi 就像一個流動 Wi-Fi 彈 便可以讓我做到一個戶外 活動中 Outdoor 的 Wi-Fi 連線的設置 在這裏 兩個設備都會去到我的電話的流動 Wi-Fi 上 OK 已經連接了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 App 中的操作 現在我的喇叭有 100% 電 現在在使用 Online 連線 其實它裡面的 App 已經有很多功能 可以有 Spotify 有 Tidal 亦可以 AirPlay AirPlay 呢 我現在可以直接在 iPhone 播歌 經過我的 S23 Ultra 的 Wi-Fi 用 AirPlay 射手歌過去 便能做到更加高清的無線穿樓 OK 超級大聲 阻礙到其他人 還有它的低音真的很厲害 應該大家都聽到 它的低音是超級深淺的 考慮到這個海灘邊很空曠 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it's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r phone alright If you want me I want you baby My sugar boo I'm levitate And I can't tell you And I can't tell you You want me I can't tell you pani doğru di osman 沒有你 OK 這個 App 另外的介面 還有 Equalizer 調校 Equalizer 簡單可以加大低音或高音 Bass 和 Treble 的位置 原生有三種 EQ 都是 Flat Custom 和 Voice 突出人聲 另外有 Active Stereo Calibration 就是 Real-time Calibration 因應現場 到處的環境調校 360 度的 Stereo Sound 的效果 今天我們深入看了 Real-time Mania 的設計 質感和聲效 還有它的操作 給我最印象的位置是這支喇叭 它的聲音調校是比較細緻 特別在低音量時聽 有很多高音層次 低音有彈性及深潛 除了藍牙連線 還有 Wi-Fi 連線 即使現在出了街 我都可以用手機 Wi-Fi 再透過 AirPlay 就可以做到更加高清的 Wi-Fi 傳流 在這支喇叭上 而它又不用插濕電 所以整個操作 是很刺激的 是挺沾身的思路上 還有它也有剛才說過的 Party Mode 可以連到很多支喇叭 那麼空曠的位置 它的音壓也是完全足夠的 很大聲 但這支喇叭到底值不值得考慮入手呢 最大的考慮很可能是剛才一開始有提到 它絕對不是一支便宜的喇叭 在香港的定價是 6,999 元 但它就可以做到 即使用 Smart Speaker 的 Wi-Fi 又不一定要插電掣 但又有藍牙連線的功能 而且它的音色也是出色 有 360 度的無死角的輸出 所以很可能它是一個家裏 或者帶出街的喇叭 一人分析多角 所以如果在這個預算 不是一個絕對最大的考慮之下 這支喇叭都很可能是結合了 一個比較 Cyber 、 Modern 一點 簡潔的外觀設計 美麗的造工質感 又有好的音色 還有在操作的彈性 和多元化上 會做得是比較 Impressive 的一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會有更多最新手機發布資訊 以及其他喇叭的 review 和測試片 有興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鐘仔 有最新片第一時間在這裡 下次再見